原标题还记得2010届快男第四名谭杰西吗 他现在长这样了 哈喽小橘子们 又到了每天一大早就要暴露年龄的时间 曾经记忆中的咱们现在长什么样了呢 在做什么呢 好久不见你们还好吗 昨天咱们聊了2010届快乐男生的亚军刘欣 今天就来看看 在当时获得第四名的谭杰西吧 谭杰西 现在叫谭又鸣 他1988年12月2日出生于广东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不仅是个音乐才子 更是一个大学霸 他2007年以托付99分英语数据管理 微积分微观经济学乐队 人文地理六科平均分90.8成功申请安大略省 奖学金 并入学多伦多大学主校区 罗特曼商学院主修经济学和心理学专业辅修电影学 当年在快乐男生的舞台上 谭杰西的一首《女朋友要带回家》真是超级洗脑了 现在想到这首歌《橘子军》竟然还能记住副歌的旋律 参加完快乐男生的比赛之后 谭杰西在2011年担任了智勇大冲冠的主持人2013年 他与方忠信 吴俊瑜 若已合作 主演了青春校园电影《全城高考》 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秦鹏 他也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了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佳新人奖五强提名 同年 谭杰西与丽威廉 金沙合作 主演了爱情电影《柠檬》 他在剧中饰屈成 可以说 2013年是谭杰西受获的一年 除了拍戏获奖之外 他还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爱笑声》之后的2015年 谭杰西担任了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第三季韩红的经纪人》 也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份 他正式改名为谭又名还有那首扎心的《单身狗之歌》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2016年1月 谭杰西与王心灵 与少群合作了喜剧电影《我想静静》 他在片中饰演沙血 他还作为音乐会特邀大使 应邀参加在多伦多举办的《横根地球》中家原创音乐会 并演唱了他经典的原创歌曲《2017年》 谭杰西与赵寒英子 诗语飞 梦志超合作 主演了爱情励志电影《梭哈人生》 他在片中饰演男主角萧飞感觉这张照片 有点认不出 他来了在前不久的《超新星全运回》里 谭杰西还担任了南部战队的队长 在这张大合影里找找他吧 距离当年的快乐男生已经过去了八年 感觉就像是昨天才看了比赛一样 他现在长这样呢 有没有觉得 跟之前相比变化 很大的耍酷卖萌 谭杰西都能很好的驾驭呀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 反正橘子军是觉得 他比以前更帅辣 而这这张照片 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他唱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的时候 仿佛他还是那个牙套 小王子小哥哥冲鸭 希望他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好作品 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亮不漂亮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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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